中文字幕——YK 民众别好久都想放风 除了航空之外 旅行社 饭店等观光股 也吸引资金抢劲 旅游股成为反弹主力 旅行社雄师股价 今天收在106元 涨3.41% 地飞网30.85元 涨幅9.98% 三部收在32.65元 涨9.93% 另外像是饭店业精华 也涨1.48% 六幅也涨0.82% 解封的利多有机会 在这段期间持续的发酵 包括一直到 真正解封的这个时间点 专家坦言 台股解封行情 有望还能持续几个月 毕竟国际已经开放一段时间 欧美行情在去年底到今年初 已经反映过 看看美国航空股 达美航空年初到现在 涨幅超过7.5% 联合航空超过6.31% Airbnb涨幅也超过6.32% 连信用卡公司也有涨 万事达卡涨0.74% Vista涨了1.44% 欧洲像是一节航空 今年以来也涨了13.76% 汉商航空也涨了15.10% 国际的这部分的航空 它在货运跟客运的部分 已经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有开始做反应 那今年的这个涨幅 没有像台湾来这样的大 国际局势仍不稳 布局还是得更谨慎 别让利多冲昏头 三连新闻林静 张阿薛台北报道 阿薛台北报道